天降铁条雨,14楼阴架塌,一人受伤 就在一瞬间,马路上方的阴架突然崩塌 让路过民众吓得掩面倒退好几步 附近居民听到巨响也全都冲了出来 看看外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即将完工的新北三重捷运菜僚站 24层楼高的捷运贡购载 昨天下午2点多时,位于13、14楼层的阴架 突然应声倒塌 砸中这辆黑色轿车,前方挡风玻璃破裂 而当时停在捷运站旁的这辆白色轿车 后方挡风玻璃,则是破了两个大洞 就当时有贴到落水的水 停在那边然后被砸到,所以人不在车上 对上车到一名机车骑士,也因受到惊吓,自摔受伤 港管就掉落了,刚好有个行人在那边查伤而已 现在我们送的那边很严 共购载协力厂商跟机营造表示 当时阴架正在进行补贴磁砖作业 管一是包商示好阴架,为了施工抢快 多拆除了一层阴架固定杆 才导致13、14楼的阴架承受不住重量倒塌 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把冲军路 往北上,往台北市的方向,暂时攻击 还有来下的道路来行走 新北市公务局表示 倒塌的阴架清除后将立即勒令停工 并追查责任归属后,进行惩处 到新闻太可怕了吧,报导 如果有飞机和车身上,在这里 有飞机中的电影 也没有必见,不过热机 你会发现,不过热机